我自己做的研究叫做保护生物学 从某种角度来看 这是一个应用的学科 就是把科学的知识 生物学的知识 生态学的知识 以及多学科的综合的知识 应用到解决我们生存的危机 我们生态的危机上面去 它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学科 我所在的学院 实际上现在有两个 我认为一个是生命科学院 当然顾名思义 我们是研究生命的本质 生命的现象 生命的机理 是怎么样一回事 生命是什么 而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机构 就是北戴刚刚成立的生态研究中心 为什么把生态学专门拎出来研究呢 是因为生态学的重要性 生态学现在跟生物学并列 成为一级学科 我们生活都离不开环境 而环境在变化 要解决这些变化 特别是负面的一些影响 实际上是支撑我们生活的根基 是生态 实际上我进入北大的时候 当时没有保护生物学这个学科 这个学科呢 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才出现的 这个学科的出现就是因为有生态的危机 而阴运而生的 我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做熊猫的研究 我的老师潘文石 以及我们当时有几个学生吧 算是第一批 做保护生物学的 所谓保护生物学就是说 把我们的生态学的知识 把生物学的知识 运用到解决保护的这个问题上面去 现在我的主要的工作呢 是在西南山地和青藏高原 特别是三江园 来研究就是大型的动物 在这个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特别是食肉动物在这个生态系统的作用 而大家知道 食肉动物是这个生态食物链的这个顶端 有食肉动物存在呢 说明生态系统是健康的 而今天呢 特别是在中国 存在这个一个完整的金字塔的 这个食物链的地方呢 已经不多了 只有中国的西南和青藏高原 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参照系 说看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 可以怎么样运行 我想生态学 保护生物学 这一方面的研究呢 可能二三十年成为 这个社会里面最重要的一类研究 因为这跟我们人类的生存是息息相关的一个学科 那么回想一下二三十年之前呢 很多人的字典里没有这个词 那么今天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一个 一个事情在政府的工作报告里面 在我们的媒体里面 在人们平常的谈论里面 今天可能仍然不是每个人最重视的一个事情 但是已经开始大家都在讨论了 三十年后可能是它会深入到各个领域里面去 所以今天你如果开始从事这个学科的研究呢 未来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从一个非常单纯和天真无知的 觉得看熊猫好玩的这样的一个小孩 到今天会研究非常复杂的生态系统和人的系统 以这两个系统怎么交互作用的这样一个东西 实际上也是改变着我的世界观 我想我们这个学科呢 是有两个对我来说最大的吸引力 一个是说我们在跟大自然打交道 我们看到最美的这个世界最美的景象 同时呢 我们要处理人跟自然的关系 这又是最有挑战最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是在观察最美的景色 同时要处理最难的问题 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